那么哪一些人是不适合做龙胸手术的呢 首先啊,我们有一些基础疾病 就是咱们的没有控制的高血压 控制不了的糖尿病,这些先天心脏病 这种呢,基本上是不建议做任何多余的手术的 那么必须要做的手术是不严格要求的 那么对于这个龙胸手术来说 那么首先呢,就是说我们处于哺乳期 或者是怀孕的孕期的妇女是不建议做这个手术的 不管是自体脂肪还是甲体龙胸 再一个呢,甲体龙胸来说 我们胸阔畸形,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胸胸胸阔的这个发育是有问题的 特别朝外偏外阔的这种 这种胸阔呢,那么也不适合做甲体龙胸 会显得这个乳房的特别的外阔 那么对于自体脂肪龙胸来说呢 哪些人不适合 那么就是说乳腺里面本身是有一些节节 没有明确性质的节节 或者是多发的一些节节 在没有取掉之前 咱们一般来说是不建议做这个脂肪龙胸手术的